大家好我是Mina 欢迎来到艺术开开门 喝茶 Meggy你知道我去香港吗 对不对 然后我回来 我有看到啊 好多在拍卖 在拍这个六角柴子 真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你是第一次听到吗 就是认识艺术家的好点 有好处对吧 就是也多认识一些艺术家 不能说只有我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艺术家 就是六角柴子 那他非常年轻 我觉得我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 分享当成聊天的方式 那以前我就会讲他的小故事 他非常年轻 1982民国71年 你数学超好的 你马上就换算出来 就是小我们很多 对 小心会暴露年纪 好 那我们今天来这个日式的这个老房屋 他就是在日本出生 嗯 然后呢他是千叶人 那你知道千叶吗 在日本很靠近这个 TOKYO 东京 哦千叶现在 去过了吗 嗯 你有去过千叶 千叶吃过千叶火锅 哈哈哈哈 千叶铲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千叶铲什么东西 我要问一下Google大声 好我已经帮你顾好了 千叶铲落花生 哦落花生 对 然后还有琵琶 哦好 现在我记得了 对这两个很厉害的 对这两个很厉害的这个 土特产 然后人家就说什么一方水养一方人 对不对 对对 对这其实是有道理的 然后呢因为一定要跟你介绍千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刚才看过他的这个画 那我跟你讲他是一个素人 对 太厉害了 这完全看不出来是素人 对 难想象 对对对对 然后他有念一个职业学校 他其实念插画的 哦 对 这插画其实还是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概念嘛 但是那个插画的东西很广 可能就是用电脑之类的 比较多 但是你完全就是受到那种油画训练 其实美学的这个训练 其实是没有的 对 然后他是怎样走入这个艺术 你知道吗 他就是念完了之后找不到工作 哦 对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然后他就画画 有看到说他是画这样的一个风格 他这个其实是已经画了 大概有将近20年才变这样 对对对 然后他他其实都是用手画 手画 所以不需要画具 对没有 直接用手指头这样画 对手指头就是沾颜料这样子 就是一个调色盘 直接就是用沾颜料 然后为什么他要沾颜料呢 因为他说他有一天 就是他在试的时候 他都拿画笔他都很怕脏 就他拿画笔啊 然后就是不小心滴到手了 然后他就是用他的手啊 就把它抹在这个 这个 这个纸上 纸上 对对抹在纸上 然后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那个老幽言 我觉得诶 那个触感啊 特别好 他觉得很真实的在做 对 他觉得有融入到这个里面这样子 所以他就开始就是用手指头画画了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发现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没有收录吗 然后他就是那时候就是去参加比赛 就是春上龙办的比赛 因为他提西新人 然后就办比赛 那那个我把他直接翻译 这是一个异彩的一个比赛 结果他就得到了一个 不错的一个成绩跟名次 你知道比赛的评委是谁吗 我知道 铁丁不知道 对 一定不知道 哈哈哈哈 好啦我告诉你 佳士德老板 哦真的 这个这个运气也太好了吧 好再告诉你一个 春上龙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安藤忠雄你听过吗 我怎么都 这是个什么比赛啊 很厉害的比赛 对 第一个比赛就碰到这么多大咖 对 因为这个比赛算是一个全球的嘛 然后他就被那个荷兰的一个老板看到 荷兰的一个画廊看到 好然后呢 他会演示英雄呢 他就把他单独签下来当带领的艺术家 就被这个荷兰的这个画廊 真的 对 那他是全国跟你一样哦 你很爱旅行嘛 对不对 他跟你一样 他全世界都去住 真好 对搞不好你住的国家没有他住的国家多 可能一定没有 他这么爱旅行 他不是为了旅行 那他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创作实践他的梦想 哇 对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因为他是发生 这好励志哦 有点励志 你知道怎么说吗 因为他爸爸的关系 他才知道说原来世界这么的大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从小跟他爸爸是分开的 那是他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 他想去看他的爸爸 去印度尼西亚 他爸爸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工作 哇 对 然后他就自己一个人哦 一个人哦 那么小然后飞到国外去找爸爸 看看爸爸这样子 哇 好 然后他就他就爱上那个感觉 一个人出远门 一个人去旅行这样子 对 勇敢 会知的这个层这样子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说 如果有一天 如果能够这样子在不同的国家去住 然后去生活 去体验 也是很不赖的 对 好棒哦 对其实刚好就是真的有好多东西 真的是 应该是注定好的吧 老天安排好的 结果就被这 因为他就是得到这个得奖嘛 他就被这个荷兰给牵下来 然后他没有给别人带领过 就是一直 好中心 但是真的他也是他一辈子最大的贵人 所以可能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如果他想的太多 如果他拒绝的话 就应该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六角柴子 对 荷兰画廊真的是帮了他很多 他就直接就搬去了荷兰 哇 然后呢 因为他在不同地方都有展览 然后也在这个柏林 又住了一段时间 他最近好像说住在这个葡萄牙 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真的啊 然后反正都都都住过了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来乱画 用手指头就可以创作了 可是我记得你有画过不是吗 就觉得自己真的是很麻瓜 特别的经历 他都没有用任何什么画笔啊 什么工具之类的 他就用压克力 但是后来也是有一些复合媒材 有一些复合媒材 例如说铅笔 辅助心这样子 粉彩 就是你想得到的 然后他的画 他很喜欢画在那个 那样子 所以你不要再说没有画布 没有笔的 这都是借口 因为他觉得那个触感 他喜欢有触感 用手直接这样子做画的触感很好 他觉得跟他这个是合在一起的这样子 这个很有趣 就是你要问我 你要问我 这女生是他吗 特别的 对 我就 我第一次 因为听了Mina介绍之后 才在那个Google上找到 然后看到这样子的话 我就觉得 他画中的主角 就是这个女主角 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吗 我觉得是一个反射 但是他说不是 他说他会先把这个背景 他就是先乱涂 乱涂 对 他就是直觉性 直觉式的画法 然后跟着这个感觉走 然后最后那个人物 成型出来 对他在看说要摆在哪个位置 然后就非常的纯真的这样子 就是很直觉 那为什么这个画廊就是 为什么要签约他 他就是看重了这一点 很纯真 很纯真 人 就是最难得可贵的是你的纯真 对对对这是 因为这也是天性 但是你是最直接的 对最直接的你去面对它 然后你不要想太多东西 对对 这是他最欣赏的 然后他在创作的时候 那个是非常的就是陶醉的 沉浸在那个画座里面的 就不会说像很多艺术家就是他会有目的性 说我要去追究什么最高的什么荣誉荣耀啊 他乐在就是享受创作这样子 对完全很自由的 对好棒 对对对这就是六角材 我想这大概大概就是最容易触动人心的 因为你没有很多添加的东西 完全是很直接 对对对对 很执心的一个表现 对对对 没有防腐气 很自然的 对那其实你越看他的话 你会觉得说其实心情是还蛮愉快的 对但是他有说 他的话里面他不会让他太愉快 因为他里面他会放一些反向的东西 比如说有刺的东西 比如说骷髅头 他也会放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反映生活吗 反映人生 对对我们活在世上生 对对 会有这一些 荆棘有刺的玫瑰或者是花场 就也是代表人生 对对 所以你看到他的话不会说这么的就是 就是完美都是美好的东西 完美美好的彩色的 其实都是会有遇到一些就是困难 或是让你不太舒服的一些事情 这样子 是真的很真实 对他非常真实 然后就是也是代表就是现在新的一代 对对 因为他当然他是受到卡曼嘛 对卡曼 卡托曼画就是对对对 那中国也是很行啊 对啊 对啊现在 对你去你去看那个展览每个都在比眼睛了 本来都画这么大 后来就这么大 对对对 然后画到这么大 然后完美都是眼睛 就是画那个娃娃这样子 对 那你会觉得怎么感觉都很像这样 原来如此 对就让你认识这个六角材质 很可爱 对 所以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今天 在这个日式的老房子里面 对 然后在这里享受 这边真的是 我们灯光美气氛家 你喜欢这里吗 很喜欢 你喜欢啊 我喜欢这种老房子的味道 对对对对 台北现在有蛮多这种老房子 很好 而且绿化又做得很好 超赞 对 很棒 很舒服 很适合跟闺蜜约会 闺蜜哦 对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很久了对 我去参加段时营 我也忘记 那是我第几次参加段时营 对 苏老师那边 对 我们在台南玉井的段时营认识的 然后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里面 都有一个字是一样的 对 所以就这样 好像我们也住在同一间的 对 很开心认识你 对 谁又这么客气啊 对 哈哈哈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完这个艺术家咯 好 那我们下一次见 那也谢谢Maggie 谢谢Lina 不客气好 拜拜 拜拜 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